視察大巨蛋 不管臺北市長蔣萬安走到哪 副市長李四川一步一驅 聽取完簡報 蔣萬安還會回頭看看李四川 李四川拱手下一位 大家才安心走向下一站 仗底一眾不只在公開活動 私底下開會也都是李四川在才市 傳出市府員工私下抱怨 蔣萬安小孩開大車 真不知道誰在當市長 李副市長非常優秀非常有經驗 而且到現在非常用心努力的在推動市政 當時蔣萬安三顧茅庐 才請出李四川擔任副市長 因為李四川豐富的公務及工程經驗 成為蔣萬安信賴的左右手 在市府員工眼裡 李四川成了地下市長 甚至校稱台北市政府都處在半休假狀態 首都市長不是橡皮塗髒的工具 更不能淪為行私走漏 市長選的是蔣萬安 而不是李四川 我和李副市長 我們合作無間溝通順暢 市府就是一個團隊 而且我們不會受外界影響 繼續全力推動市政 蔣萬安不甩外界質疑聲浪 畢竟從去年12月15號上任至今 不過短短三星期 還在首席市政的蔣萬安 也讓當了三次副市長的李四川 比當市長的還要忙 靜雄黃新劉威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